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脑中风了 那当然会有一些警示信号 也许是被您忽略掉的 比如说昨天我们提到 头痛啊 头晕啊 您以为没事 但是呢很有可能是说明这个时候 脑部的血管已经发生堵塞了 就说明我们脑缺血了 那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警示信号 也需要您格外的警惕呢 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 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区 307医院的段链主任 欢迎段主任继续为大家介绍 在昨天的节目中 段链主任认为 每六秒钟就会有一个人 发生脑促重 每六秒钟就有一个人 因为脑促重造成死亡或者残疾 其中70%是因为脑缺血引起的 那么除了昨天讲到的 头痛头晕之外 脑缺血还会有什么征兆呢 咱们先给大家揭示 另外一个危险信号 也是我们的脑部缺血的 一个重要的反应 或者是什么呢 这个反应就是 眼部异常 那我们来看看 当我们的眼睛出现 什么感觉的时候 应该警惕了 是我们的脑血管发生问题 看看这个问题是 眼睛出现哪一种问题 是脑缺血的早期的表现呢 别到了晚的时候 才去发现它 最好在一早发现它 是眼皮沉重啊 有异物感还是 怕光肿痛 请大家做出判断 我觉得应该是眼皮沉重吧 有异物感是从外界进来 就是在外边呢 肯定能弄出去 但是这个怕光肿痛是 会和视力有关系吗 或者比如说 但是眼皮沉重 那不就是缺觉吗 但是人为什么困难 也就是因为脑子里面 缺氧症了 缺血了 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眼皮沉重 是对的 那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看观众们的选择 看一下大家的判断 早期的表现会是 怕光肿痛啊 还是眼皮沉重 大家觉得这两样 是比较危险一点的 是不是 那我们看一看 如果经常感觉到 眼皮沉重 这个是脑缺血的表现哦 其实我们所说的 眼皮沉重呢 也是想说一个特别早期 大家不太引起重视的 一个表现 就是有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这个眼皮 它也能增开 它也能闭上 但你总就感觉到 它好像没有太大的力量 不太舒服 就是不能够随你控制的 你总觉得这个眼睛 好像没有那么力量 不那么灵活 不那么舒服 那是不是肌肉出了问题啊 你眼皮的肌肉 变成大眼皮了 是 它是神经 最后落脚点 到眼睛睁开和闭上 到最后那个关 它是肌肉 那肌肉是什么管理的 说什么控制的呢 是神经 是神经经 咱们来看看 这个观众的情况 实际上这个照片呢 是为了形象 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就是他这个眼睛呢 就是睁开闭合 不那么自如 你能睁开 也能闭合 但是觉得不舒服 就这种状态的时候 是要引起注意 当然它这种状态 也可能会有其他的 不会仅仅就是 一个眼皮这样 它可能有 它在伴随的症状 比方说这个大脑缺血 大脑缺血 不同的部位缺血 会有不同的症状 当然我们说的 往往你提示 缺血状态的时候 实际上是单侧的 不是双侧的 因为我们大脑神经支配 是右边支配左边 左边支配右边的 往往 它同时发生 脑缺血脑梗塞 这种概率不能说没有 很低 很小 很小 一般它是一侧 表现就是对侧的 一个不舒服 所以 右边堵了 左边的真不开了 对 一般都是单侧的围多 是吗 对 单侧的围多 它这个眼睛都斜了 那它视力 是不是也受影响了 脑的缺血 是半球发生吧 半球发生 它会让你 一边缺血以后 会让你另外半肩 看不见 你发生这个位置的梗塞 就是后边这个管 视觉的位置的梗塞以后 你会有半边看不见 病人表现什么呢 走路老庄人 我只能看这半边 走路老庄人 它这个画呢 是一个很艺术的 你看 这是一个梦娜丽莎 你看 它这边它就看不见 它只能看它梦娜丽莎的一半 它要想看见 这一半怎么办呢 把脑袋拧过来 对 这叫视野缺层 当然有这一半 有四分之一 向下限缺层的 都会发生 但典型的表现 就是一个半边的缺层 这实际上是 我们大脑视皮层 就是管视力的 大脑视中枢 损害的一个表现 一般这种演习 还伴随着嘴歪 流口水 对 这个算是脑子中的 一个早期信号吗 对 肯定是脑缺血的 一个表现 从脑袋到这个脸 它是从大脑细胞 到神经 这一个通路出了问题 都会出现嘴外眼斜 如果是周围的 这个神经没有问题的话 那肯定是大脑有问题 那就是真正的预警信号 肯定是有问题了 那就是脑梗已经来临了 那就是已经来临了 那就是要 增分多秒的时候了 在您的病人当中 有没有就是 可能以为眼睛睁不开 是困难 或者是没有精神 所引起来的 结果耽误的 一个六十岁队的 一个老大姐 她来的时候呢 就是嘴已经有点歪了 眼睛也有点斜了 但是你问她的时候 她会跟你这么讲 她说我前几天啊 我就是觉得 这个眼皮有点沉 那眼皮沉 我觉得没什么事啊 后来脸上 稍微有点麻 我就去扎扎针灸吧 结果扎着扎着扎着 眼睛也歪了 嘴也斜了 胳膊腿也不好使了 到我这一检查 脑血管堵都差不多了 如果不及时地处理的话 那就会有一个 很严重的后果 她去扎针 是不是想着 有可能是面瘫呢 对 面瘫 她就是想着面神经炎 这是我刚才说的 实际上面神经炎啊 引起的面瘫啊 和我们脑中风 引起的面瘫啊 是有区别的 医生她是很容易见面瘫 但你自己个人 见面起来是比较困难 那您看 刚才咱们说到的是 已经发生 警示信号的时候啊 这个咱们是有一些 判断的办法的 除了看镜子 看我们自己的 这个面貌之外 还有没有一些 自测的办法呢 比方说啊 光出现面部的问题 四肢我们运动 感觉都是很好的话 你可以对着镜子 笑一笑 笑一笑是什么意思呢 看嘴歪嘛 看看嘴歪不歪 就是你得仔细地看 因为我们这笑一笑啊 是嘴角 两个嘴角往后走 两个嘴角 怎么能往后走呢 它是肌肉往后拉的 如果说 你一侧的肌肉 支配肌肉的神经有问题 脑细胞缺血的话 你就拉不了了 那就会拉向一边 拉向一边嘴角歪了 就像刚才看的 那个图片一样的 这个片子看呢 你看这就流口水了 它就这边能拉过来 这边拉不过来了 这流口水 游的时候是这边流口水 因为是这边有问题的 你看它拉到这边来 就是我们左右动一动 如果动动动的话 就没问题了 如果要是 这样笑 皮笑肉笑 这就说没有问题了 肯定有问题了 再另外呢 你还可以说说话 尝试地说说话 因为这个语言啊 是脑功能的 一个重要的体现 没错 如果说 你不能说出话了 或者说 你说能准确地 表达你的意思了 或者说 你明显感觉到 你的嘴歪了 那这已经是 真正的紧实信号 就不是 那个眼皮沉重 那样的感觉了 这比那个要晚得多 离中风 要进很多的一个表现了 那我们看看 下一个紧实信号 还会是什么呢 这个呢 也是提示着 我们的脑部 已经缺血了 或者进一步发展 有可能会脑中风 这个紧实信号就是 手部的异常 我们看 当我们的手部 有什么感觉变化的时候 说明有可能是脑缺血了 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看脑缺血 会导致什么症状出现呢 您感觉一下 是手部僵硬 抖动 还是肿胀呢 请大家做出判断 我觉得应该是僵硬 你看刚才那个 段主任说 这个眼皮 它是不听使唤的 这嘴也是不听使唤的 这个僵硬 这可能是 也是手 不能够灵活 自如地来去活动了 我受控制了 对 不受控制了吗 其实这个答案呢 在差不多十年前 有一个小品当中 就给我们揭示这个答案 就是宋南南演的小品 你知道 昨天 今天 明天 当时就说 我想当你 柳叶湾的音符号 谁见到我的乐意臭 我们隔壁五老二 看到我一眼浑身发抖 他答案就说 他脑虚就说 看谁都哆嗦 手哆嗦 手哆嗦 那是后遗症 现在问你警示信号 会导致什么症状发生 就是后遗症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的选择和判断是什么 我们看三分之一的观众 选择的是手僵硬 接近一半的观众 选择的是手抖 集中在这两项上了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无限级 眼睛 嘴巴 肢体 为何会出现异常表现 头疼 然后就是走路也不利索 奇怪表现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凶险 健康之路尽情关注 这里是由无限级 高品质中草药健康食品 独家冠名 由关注白内障 关注眼健康的 沙普艾斯特约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下载CCTV微视客户端 只要您对着屏幕摇动手机 就可以获得当期的健康资讯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最易出现的是 手抖 我总以为这个手抖会被忽视 可能跟大赛刚才的表演有关系 其实我要想大家知道这个手抖 就是我们很正常的人 出现一个不能够自主控制的一个活动 就是说他平常会莫名其妙的 你不想动的时候 他这个手或者脚在动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啊 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肢体活动 是受脑神经支配的 脑神经支配 他想伸 想去 他都支配得很好 如果支配着我这个手的 这个脑神经 脑细胞 处在一种缺血状态 他不能够很好实现 他这个功能的时候 他就会不由控制的 叫不由自主的运动 不由自主运动的老百姓通常讲 他会有的时候会是抖动 有的时候会扭动 这个实际上是在不能动 在您说的那个僵硬之前 发生的问题 如果在这个时候注意了 就可能避免以后的僵硬 什么样脑出血的人 脑缺血的人才会抖呢 理论上讲 所有的缺血的人 就刚才你说的宋丹丹 表演的那样的缺血的人 他都会可能会发生 这个手的肢体的抖动 或者是不自主的抖动 但一般来讲 这个缺血的过程 应该比较缓慢 它是有一个油清倒重 这么一个过程 走得比较完整的时候 走到缺血 它又不能够完全控制这个功能 但又没有完全失去 控制这个功能的时候 它会出现不自主的抖动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 脑部有这种变化的朋友 让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在这个比如说 手抖的过程当中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 一些感觉和变化 也是给大家做一个 非常重要的提示 我们掌声先欢迎16号的观众 您现在能说话吗 我说给我的师傅说吧 我说不清了 这是我婆婆 她那个普通话不太好 我来替她说一下 她其实六年前中过风 但是当时并没有查到 是这个病 但是她今年在年前 就大年三十的那时候 她就突然头疼 然后就是走路也不利索 然后手跟头会抖 怎么个抖法 你还有影响吗 因为我见过她那个 发病的时候 她的手是 就是频率很快 然后不由自主 然后头也会 你会这样颠 对 然后呢 但是可能过一会儿 就又好了 是一侧还是两侧都有呢 她当时好像主要就是右手吧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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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侧 她左手 然后头也会那个颠 然后后来就是 咱们会好 然后过一劲 可能就又坏了 然后就又再抖 然后可能会 这个时间会持续比较久 但是她会隔一段时间 就是反复 那个多品次的 这样子的去重复这种症状 那这种状态 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然后我们就 因为她之前中风过 所以我们其实是有警惕的 我们就担心会再次中风 所以就赶紧把她送去医院了 那有没有一些诱发的因素啊 因为我婆婆 她的那个身体情况比较复杂 就是她是会比较严重的 糖尿病 然后高血压 然后之前又中风过 然后好像现在简单 还有惯性病 就这之类的病 她的病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她每天就会去散步啊 然后适度的运动 然后吃蔬菜 然后很少吃那种 就是高糖或者是高盐 高油脂的 等同于就没有一些 特殊的诱发的因素 其实就觉得没有 我们也会觉得 可能是因为血压高造成的 中国脑血管病最多的 排第一位的应该是 高血压动物硬化 昨天谈到过 这是给大家看一个 展现一个片子啊 你看这是一个正常的图 这是血管B啊 这里边说的是有杂质 通常说的是脂肪 动物硬化 就是高血脂 这脂肪把这堵住了 堵住这个远端呢 它就会缺血了 脑血管就缺血了 非常感谢两位 来到我们演播室 跟我们分享您的感受 谢谢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看一看 还有一些警示信号 也是在身体呢 向我们发出报警信号了 这时候我们看脑部血管 又缺氧了 又缺血了 这个信号会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发生的异常是 肢体异常 那我们看看肢体 会有什么样的 不同表现呢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以下哪个症状 是脑缺血的常见表现 主要集中在肢体上的变化 是肢体无力 抽搐还是僵硬 请大家做出判断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手抖啊 那现在不是一只手了呀 四肢都抖啊 抽的呗 四肢抽出呗 但是你要会看 那个很多 就是有后遗症的人 就是走不了路了 就是拖着 因为那个腿已经不灵活了 我觉得应该是四肢僵硬吧 那我们看看 大家的选择是什么 观众们选择的是 四肢抽出的 占到了绝大多数 那我们看一看 在早期的时候 脑部已经发生缺血了 堵住了 这个时候会 感觉到肢体无力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去年啊 正好有一个患者 是青岛医学院的学生 他在过这个马路 这个斑马线的时候 突然一下 感觉到身体不是自己的了 肢体没有力量 他就离不开这个马路了 他就感觉到 我这个肢体就不是我的 不听使唤了 就不听使唤了 这就叫肢体无力 刚才说的抽搐啊 和这个僵硬呢 当然脑缺血 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但一定不是早期的 早期的 典型的肯定是 最引起我们注意的 是肢体无力 这种肢体无力 有的时候一分钟 有的时候几十秒 有的时候两三分钟 还能缓过来 没问题了 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其实这个过程呢 它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是给了我们一个警示 这种警示 那就比刚才所说的 眼皮沉重的警示 要严重得多 比如说有的时候 真的就是浑身乏力 我怎么判断 或者我要不要怀疑 应该去医院拍个脑CT 是不是由于缺血造成的 四肢无力呢 还有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方法 比方说我们叫举手实验 举手实验是什么呢 你两个手 你这么平举 如果你完全平举 持续的时间是一样的话 应该多半是没有问题的 假如说你觉得不放心 你可以再拿拿一个重物 一手拿一个重物 比如说拿矿泉水瓶子 就充满了水 如果你的拿得很准 举的时间很长 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你某一次肢体 它不自主地往下掉 低了一点 或者是你这个手 你觉得会沉重一些 这个是早期表现 当然如果发生 我刚才举例子的 郭马路身体不听使唤了 那毫无疑问 你是应该去医院了 比较严重 您说到这儿 我突然想起来 我爸爸有一个学生 曾经就是有一天早上 他要上班 穿这个 他穿这个衬衫 这不是应该有扣吗 他早上走的时候 就系这个扣 就觉得怎么都系不上 然后手也没力气 当时可能他的太太 就非常有这个意识 就去了医院 好像据说是 就是有一部分小的脑血管 已经堵塞了 他就是因为扣扣地发现了 他描述得很典型 很准确 就是说 当你发生一个小的梗塞的时候 他这个梗塞正好在 你这个手指动作这个位置的时候 精细动作的时候 精细动作的时候 你看他还能站住 还能说话 但只是说这个扣子扣不住 那就是说 他指挥你手指扣扣子 这个地方的脑细胞 缺血了 对 所以我 范围比较小 这个时候 你去医院就对了 那进行一系列的干预 别让它发生一个大的梗塞 如果发生一个大的梗塞 那就不是会扣扣子的问题 那这个手它就不会动了 对 我好像现在听明白了 总之呢 就是我们大脑当中 有非常丰富的血管 而且呢 依附在血管旁边 也有大量的神经 只要是那个地方的血管一堵 旁边的神经就都会受影响 然后支配的这个一系列的动作呀 比如说手啊 眼睛啊 行走啊 就哪堵 哪就受影响 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对 你说的特别对 其实哈 我们这个大脑 体重重量哈 只占身体的 百分之二左右 那么我们 这个大脑所消耗血液当中的营养 你知道占多少吗 不知道 占五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的这个血 都必须要供应大脑 这是一个大脑的模型 前面管情感 后面管平衡 这两边管运动管语言 它不同的部位如果缺血了 它就会产生不同的症状 缺血的程度不一样 它症状也有轻有重 你到重了 对我们来讲 它就会脑细胞缺血时间长了 它就会有一个不可逆性的损害 它就会给我们造成残废 如果轻的时候 产生了一些症状 我们把它捕捉到了以后 避免往重的发展 对大家的健康就有利了 所以针对这方面呢 我们还是继续要给大家做进一步的提示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针对这个肢体异常 咱们要流行观察一下 脑缺血所引起来的肢体无力 就是没劲了 不受控制了 它有什么特点 是一侧的肢体无力 还是这两边都感觉没力呢 请大家做出判断 刚才这个题不是说它是四肢吗 最后选的是无力 那四肢不就应该是两侧吗 但是刚才呢 我们大夫又说 举双手的话 如果有一个对不平的话 掉下来的话 又变成一侧了 所以搞不清楚 不是A就是B 真聪明啊 这主要是看你压迫到哪里了 就是哪个地方堵了 你比如说堵在了语言区 你就说 你肯定说不清了 堵了 右侧抬不起来 你肯定是左侧 那有没有可能全堵了 有可能啊 同时都堵了 那我们看看 这么复杂的一个大脑 如果要是里面缺血了 会让我们的肢体有什么变化 观众我们的选择是一半对一半 那我们要提醒大家经常 如果您感觉到 一侧的肢体无力 要警惕了 这是不是和您刚才提示 我们说要是都无力的话 要举起双手来看哪侧掉下去 对 当然你刚才说的也对 如果脑子里有一个特定的部位 出现问题了 也会四肢都不能动 那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会发生 就比较严重了 比较严重 但是多半 它不会同时发生这样的问题 一般来讲 最多见的是一侧的缺血 一侧的缺血 就像刚才说我们所说的眼球 和嘴外眼鞋是一样的 一侧的缺血 引起一侧肢体的无力 这个算是我们常说的半身不随吗 对 非常准确 所以说我们半身不随 基本上就是 大部分我们周围所见到的 半身不随的人 90%以上 都是因为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 脑挫重 其实很多时候 像这个肢体异常 比如说作为常人 是很有可能被忽略掉的 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觉得 最近这段时间没有力气了 但是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 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或者是小孩子的身上 那肯定是不会被忽略掉的 那我们今天的现场 也请到了一位 这样的患者的家属 我们先用掌声 先欢迎14号的观众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能来 您跟我们说一说 您家的小孩多大 我家的小孩五岁多 早上吃饭 吃早饭 吃着那个面条有点烫 他老用嘴吹吹吹 然后吃完饭之后呢 站不起来了 就浑身发软 一滩泥站不起来 那当时发现这种情况 你们怀疑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当时就抱着他上医院 还没走到医院 他又正常了 又好了 当时吓坏了吧 当时吓坏了 对 之后呢 隔了几天又出现一次这样子 当时发现的时候 以为是个子长得高 以为是缺钙 以为是缺什么元素 谁都没往这想过的 这五岁的孩子 怎么也有可能 会有这种问题呢 他刚才说的这个情况 实际上是一个 很典型的烟雾病的表现 昨天谈到过 就是先天性的血管的狭窄 就是这个血管狭窄 它如果狭窄得很慢的话 人身体它有一个自身的保护机制 它会生长出一些细小的血管 来去替代这个狭窄血管流量的不足 替代的血管你照相的时候 它就像烟一样 我们也就把它叫烟雾病 你看 这两个大的血管 对吧 这很通畅的 很粗啊 如果这个地方窄了 它血过不来了 它就会长出一些细小的血管来替代 照相的时候 动态的时候 你就像南方里 那个烟通里冒出来 那个鸟鸟的吹烟一样 所以叫烟雾病 实际上是这个地方的血管堵了 引起来的 大家看这个片子 这是它在检查的一个片子 这是一个正常人的 磁工症的血管的照相 那么再看它的片子 我们看看五岁的小朋友 你看它这个小朋友的片子 这一根不行了 那个没有那么大的 这一根在这看 在颈部 这在颈部的时候看得还可以 到这也细了 到脑子里边 你看它前面这两根主干 没了 这边这个也主干没了 就都看不着了 看不着了 这边这个主干 你看这个亮的 也看得还很清楚 但是这个根这也毙了 毙了以后 你看这有这些小的 这些团块的 这种烟雾状血管 你看这个就没有 这个如果动态地看 就像烟雾一样 是一个烟雾状血管 所以它这是一个 很典型的 烟雾状血管的血管表现 它刚才所描述的症状 也是一个典型的 烟雾状血管的一个症状 它说的是 早晨起来吃面条的时候 吃得比较热 这么吃的时候 它有一个动作 有一个动作呢 就是换气的动作 呼出呼气的动作 对 它是往往这种呼气的动作 它诱发它犯病 这怎么会诱发犯病呢 这种呼气的动作 会诱发它犯病 刚才它提到的第二点 第二点是什么意思呢 发作的时候 走到医院的半路上 它就好了 对 为什么会好呢 你去医院半路上这个过程中 你不吃面条了吧 这个呼气的动作没有 呼吸均匀了 呼吸均匀了 它又过来了 为什么当地基层医院 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你做普通CT你都看不出来 因为CT是看脑结构的 不看脑血管的 那么到了省城医院 你做一个磁控阵 磁控阵的血管成像 它就看得很清楚 这是央状血管的大血管壁了 所以它诊断就变得清楚了 那您说刚才是 诱因是因为吃了热面条 换气 是不是所有跟换气 频繁有关的工作都不能做了 哭 对啊 什么游泳啊 还有唱那什么饶舌之类的 频繁的换气啊 我们正常人吸进来的是氧气 呼出去的是二氧化碳 那么你们连续呼出 你身体的二氧化碳 它就会减少 二氧化碳减少的时候呢 它就会让这个血管收缩 让这个血管收缩呢 我们正常人的血管没有问题 它本来它就窄了 再窄 你再一收缩 更窄了 它就缺血了 缺血 缺氧 所以对这种烟雾病的病人 过度关气以后 出现这种肢体瘫痪的症状 是一个典型的表现 甚至有的小孩很敏感的 得这个病的小孩 他从小啊 他就不喝热水 不吃热的东西 为什么呢 他知道 他身为一种本能 他说我吃这个热水啊 他就觉得不舒服 因为你吃热水的时候 你就会吹啊 对对对 或者不舒服 我从小到大就是喝凉水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教师 我就碰到一个英文老师 是广西的一个英文老师 他就说啊 我讲上两堂课 一般英文他上两堂课 上第一堂课的时候 我觉得很难坚持 他们作为老师 为人实表 我不能说我不舒服 我就停了啊 接着讲 讲了讲了就不会说话了 说不出话来了 实际上到说不出话来的时候 我们昨天也谈到过 他就是有些位置 已经缺血就比较严重了 到我这里来一看 就是典型的一个烟药病 典型的烟药病 经过做了手术以后呢 现在也回复工作了 去年 还有他妈给我打电话 也生孩子了 我觉得像辣椒什么的 也不能吃 对 你看我吃辣的时候 我就 怎么可以这样 这也是吸气和换气的反应啊 对 很多人就不能吃辣椒 吃辣椒 吃火锅 都是一个辣的热的 连续过度换气 都会诱发这个烟药病的反应 这个真是第一次这么大了 真是火酒店 第一次听到这个辣的 换气频繁 还有我烟药病这样一说 过去啊 认为烟药病很少 是一个少见病 酷见病 那是因为不认识 其实很多的脑梗塞 脑出血的原因 就有是烟药病 过去认为第一位的是高血压 动物硬化 第二位的是什么什么 现在应该看排第二位 第三位的就是烟药病 尤其是小孩 青壮年 发生的脑缺血 对 或者脑出血 很多原因都是因为这个疾病 这里是由无限级高品质中草药 健康食品主家冠名 由关注白内障 关注眼健康的沙普艾斯 特约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CCTV微视客户端 只要您对着屏幕摇动手机 就可以获得当期的健康资讯 脑缺血或者脑出血 一般往往都是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多 对 那为什么这么小的小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疾病呢 这是什么先天的呢 还是胃养不当呢 那这个病呢 多半啊 有一件的先天的遗传的缺陷 有一件 在我们病房来看呢 两代人都有这个病的 应该在10%以上 最近统计的应该是在15% 除了先天性的缺陷以外 它还有后天的环境的一个影响 共同努力做一下 因为你才10%到15%嘛 顶多20%嘛 还有8%是没犯病的嘛 对吧 它不是个个都得病 假如说父母亲双方都是这个病的话 你得这个病的概率 相对就比要 一方的话要大一些 但如果说一旦确诊了 真的就是有这个血管的畸形 那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一系列的危险出现 避免脑促重 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手段去干预它呢 在目前 在现阶段 手术是唯一可以帮助病人的办法 手术是怎么做呢 比个例子就叫高架桥 比方说我们走过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这个路不能通了 那么我们从上面这个立交桥上过去 照样改善病人的血液供应 通过这样的办法呢 总体上讲 无论大人小孩亲得重的 总体上讲 应该有80%的人 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 小孩 早期 经过这样处理的话 90%多的人 都能够正常地生活 这个病嘛是日本人发现的 在日本人家就讲 做得好的 男生能考上 东京大学 东京大学 之前跟我们北京大学是一样的 对 所以很多年以前 我们有一个小朋友 学习 就是说 每到做数学题的时候 脑子就疼 没法坚持下去 没法坚持 疼得很厉害 那家长最后找到 我发现的是这个病 就还以为是 蓝了 对 最后发现是这个病 做了手术了 做了手术以后 学习就很好 很好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 他跟我打电话 说叔叔 老师说我 做手术之前 是努力 做手术以后 是聪明 他说我做完手术 回去以后 看了那个数学题 那个答案就 悲异一样 全部都出来了 那一看就会 其实他在我这 做手术的 我就有一个要求 你看日本小孩 小朋友得病了 都考上东京大学了 我说你好好努力 也考上北京大学吧 他说我想考负担 我说那负担也行 到某一天 给我打个电话 负担没考上 断手术 我今天正式拿到 清华大学的 哇塞 完了现在 清华毕业以后 在哈佛商研究生 他太厉害了 所以说得这个病的小孩子 并不要那么悲观 我刚才给大家也说过 我们已经找出了 它的殖病基因 也快探讨出了 发病机理 也许在未来的 不远的几年 我们通过早期的 药物的 其他的 不做手术的办法 来干预 病人就不得病了 其实我们说 这些都是紧实信号 其中有几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个像您刚才提到 是因为先天脑壁血管 急行引起来的 手术就能解决嘛 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那个叫动脉硬化 然后好多人又合并 三高的问题 那针对这些人 是不是也应该 格外地去注意 避免脑部缺血 脑粗重的发生呢 是 中国脑血管病 最多的排第一位的 应该是高血压 动脉硬化 那么高血压 动脉硬化 这个应该是怎么处理呢 有一个三字经 第一个就是管住嘴 就是说是要控制好饮食 第二个呢 迈开腿 就是要告诉你 你应该根据你自身的情况 做一个十度的运动 第三个 也是最重要的 也是我们最不引起聚意的 叫常欢笑 我们要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愉快的心情 就会让我们 集体的抵抗力 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健康 如果你心情郁闷的话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 最后还有一句 要调好药 我是医生啊 如果说有高血压 动脉硬化 糖尿病 还有吸烟 喝酒的人 是要特别注意的 有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们要跟医生一起好好商量 长期坚持服药 争取延缓 或者是不发生严重的问题 管住嘴 迈开腿 常欢笑 调好药 调好药 刚才咱们跟大家说了 这么多的一些身体的异常表现 其实都是脑缺血 在一开始给我们发出的一个警示信号 那当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感觉的时候 您就得自测一下了 看看是不是已经发生脑中风了 这个时候有一些简单的动作 就可以帮我们自测一下 刚才在节目当中 段主任简单地教给了大家几个动作 那我们让何佳博士呢 再带领大家来回顾一下 有请何博士 好的 小季 那如果病人发生这个脑缺重的话 对他们的抢救啊 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 就是分秒必争 早一秒钟 早一分钟发现 那么他们最后抢救的这个预后 就会好很多 所以呢 及时的发现非常的重要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教给大家三个啊 可以进行自测的方法 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还有现场的朋友 咱们一起来学一学好不好 非常的简单啊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早上起来之后 我们对着镜子 首先微笑一下 那么现在呢 大家可以左右看一看 对着自己身旁的人 做一个微笑的动作 笑一笑 对 我们对着镜子微笑的时候 看什么呢 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看一看 我们两个嘴角 是不是对称 我们看一看两个嘴角 是不是对称 就可以了 笑一笑 那如果我们发现啊 有一边嘴角呢 是掉下来的 咧着的 另外一边嘴角呢 还是照常的 可以笑起来 那么就是给大家提示 可能有一侧 支配我们这个面部 肌肉的这个脑部的位置啊 我们脑里的一些皮层 就发生了缺血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咱们把两只手 往前伸平 对 伸平 然后呢 我们可以 如果为了加强一下呢 可以稍微闭上眼睛 如果再闭上眼睛 或者是我们直接就看到 有一边的手往下掉 有一边往下沉 两只手不一样高 或者呢 两个手啊 握力感觉好像不一样 有一只手 咱们就觉得好像 好像是这个又酸又软 使不出劲的这种感觉啊 那么也就是说明 有一侧支持我们这个运动的 这个皮层出现了问题了 这是第二个动作 伸手 那么第三个动作呢 其实呢就是念一段话啊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就说 吃葡萄 不吐葡萄皮 大家会说吧 大家这样说的不清楚 咱们一起来啊 我说预备 我们一起来说啊 预备 走 吃葡萄 不吐葡萄皮 好 再来一遍啊 吃葡萄 不吐葡萄皮 对了 这句话呢 我们最好呢 把它记在脑海当中 就是我们平常熟悉的一段话 如果我们觉得身体 好像好像又太对了 我们把这句话 拿出来说一说 如果发现平常说的很溜的 突然就变成了 哎 这个吃不吃 跑不到 也是给大家提醒 要出现问题了 其实呢 这样的三个自测的方法 不光是我们自己学会了 特别是有这个 三高风险因素的人啊 我们建议大家呢 每天都把它练一练 也可以交给自己身旁的人 希望他们都学会 这个自测的方法 减少